上一周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控告 就是你讲的这些都不对 不仅仅说义人因信得生的义人是称义的义人 不是行义的义人 而且他告诉我们 说使徒保罗从来也没有批评过 列国之首亚玛利人或者凯撒罗马帝国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常识 列国之首亚玛利是列国之首和罗马是列国之首 在神学上没有问题 他们是平行的 所以我说知经派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考据取代了信仰 考据 寻规考据 国故点击专门查考圣经的字句 对他们来讲法老一定是法老 西律一定是叙利 亚玛利一定是亚玛利 对我们而言 西律就可能是拜登 法老就有可能是习近平 亚玛利就有可能是罗马帝国 这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是活的 因为这个世界一直是这样的 基督也是一直是这样的 对吗 那么现在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挑战 使徒保罗是不是 从来也没有批评过 该撒呢 罗马皇帝呢 甚至包括使徒在内 他们找到了一解经文 是保罗的自言 保罗的自辩说 我没有干犯犹太人的律法 我也没有干犯该撒 保罗说的当然是事实 但是你会发现有两个悖论 这个保罗至曾没有干犯犹太人的律法 但是保罗所有的书信 都在批评犹太人的律法 对吗 就没有任何问题 罗马说加拉太书 通片都在批评犹太人的律法 而且犹太人把他弄死了 或者犹太人一直在逼迫他 包括雅各 就是犀利用刀杀了雅各 那个雅各 也包括保罗 一个方面他没有干犯 该撒罗马帝国的法律 没有 确实是没有 但另外一个方面 罗马帝国对教会的逼迫 就是来自于指正当局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讲 保罗没有干犯他们 但是他们干犯了保罗 不仅如此 虽然保罗没有冒犯他们 但是保罗从来也没有放弃 对他们罪恶的责备 包括该撒 我们这样讲 需要找到充分的圣经根据 翻到下一页 当我们讲该撒的时候 你不一定完全等于该撒本人 借着罗马书十三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主流的解释 就是君王和他差派的赏善罚恶的陈采 我们都可以看见 教会诞生的时候 对凯撒权柄的挑战 毫无疑问 在叙利亚 在犹太全地 凯撒真正的代表 派出机构 权柄的延伸 那就是西律王和比拉多 西律王和比拉多 所代表的罗马权势 在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 利用了犹太宗教领袖的势力 大肆抓捕 逼迫教会 两位使徒手当其冲 被捆绑 这是今天讲的 批带着锁链 二人彼得雅各既被释放 彼得约翰既被释放 就到会友那里去 祭祀长长老 这是宗教领 这是犹太领袖 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 这是教会的祷告 我在多长多有人问我 教会应该要不要祷告 我说可以 你去学 不是现在主流教会那种 轮番祷告 祈生祷告 祷告会 这是教会的祷告 你看他在讲什么 你托尼仆人 我们祖宗大魏的口 说外邦为什么争当 在这个时代 外邦首先就是列国之首 罗马帝国 万民为什么谋虚妄的是 罗马就是天下 就是万民的化身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臣宰也聚集 世上的君王臣宰 这如果不是指 在这个时候 如果不是指凯撒和他的臣宰 那不是 那不是你主流瞎了眼 是什么呢 他们要干什么 要抵挡主 并主的基督 然后你看 西律和比拉多 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的误会 就是说基督教会 新约圣经 教会都是顺服全秉的 从来也没有责备过 西律和比拉多 在整个的圣经当中 新约圣经当中 再也没有这段经文 更清楚地告诉我们 使律和教会 是如何责备 比德 这个叙利和比拉多的 而西律和比拉多 背后站着的就是该撒 不仅如此 他在引用诗篇第二篇 你要重读诗篇第二篇 你就会知道 他到底在讲什么 而诗篇第二篇 在启示录第二篇当中 被重复引用 那就是教会要用铁杖 打碎他们 是这样吗 是的 我不把它读完了 最后就告诉我们 教会的祷告 叫大放胆量讲你的道 大放胆量相当于 今天的经文 勇敢 讲你的道 相当于今天的经文 行完你的旨意 当然 我们讲的行为 不是革命 不是暴动 就是讲道 行动 就是讲道 宣讲 行出来 结果结尾仍然是行出来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使徒是攻打凯撒的臣载 西律和比拉多的 这是初代教会 在教会的黎明之际 就奠定了教会的政治介入的基本的见证 教会就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下的 使徒行传第一章 神 基督应许圣灵临到教会 第二章 圣灵降临 教会诞生 第三章 使徒做见证 第四章遭遇逼迫 第五章 使徒说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顺从什么呢 顺从政府 不顺从政府 顺从神 是应当的 有人说 这时候保罗还没有出现 那保罗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 这个左派 包括这个人家才路多宗的人 给我推荐那个电影 叫使徒保罗 你们再去看 那是一部令人作偶的 左派的闹剧 他们把保罗 使徒保罗描写成了一个 和这个菩提达摩 类似的一个遗教的大德 与世无争 什么都逆来顺受 最后躺平升天 是这样吗 翻到下一页 我们看看保罗 跟该撒的关系 我们先看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第四章六到十八节里面 谈到的这个 受逼迫在苦难当中 征战并且勇敢 绝不后退 绝不倒下 或者绝不躺平的这个信息 怎样和 今天的西伯来书的正道经文 完全的平行 一个方面证明了 西伯来书的作者 真是保罗 另外一个方面 让我们去思想 从哥林多书信 到西伯来书 逼迫教会 置教会于死地的 给保罗带上锁链的权利 到底是谁呢 有人会说 那为什么保罗勇敢不到底呢 他为什么不直接提凯撒的名字呢 答案就在我们今天的福音 正道经文 福音经文里 灵巧向蛇 你没有必要 非得 直接了当地冒犯他 如果你面临着杀头的危险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常识是 无论是西伯来书 还是哥林多书信 对教会实施的逼迫 只能来与 只能来与凯撒的权柄 以及凯撒对犹太人的纵容 犹太人自己说 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 什么意思 要利用凯撒的权柄 犹太人才可能 是对教会的逼迫 变成现实 我们看另外一段 更重要的证明 翻到下一页 在66卷书当中 或者在新约27卷书当中 有一卷 在某种意义上说 最重要的圣经书卷 但是 一直被放在 最不重要的位置上的书卷 是哪一卷书呢 我在推特上做调查 没有人答对 这不怪大家 我们也深受主流教会的影响 我们从来没有发现 新约圣也有那么一卷书 它从头到尾 三章经文 每一章都是保罗在骂凯撒 而且几乎很少有明目 去讲这一卷书 真是奇怪 我们甚至看不见它 这卷书就叫 贴撒罗尼加后书 如果我们把新约圣经27卷交叉解构 你会有进一步的震撼 从头正数 第十四卷书是贴撒罗尼加后书 从后往前数 第十四卷书是贴撒罗尼加后书 至少从结构 篇章结构上 我们可以这样来讲 贴撒罗尼加后书 才是新约真正的结构中心 不仅在结构上是如此 在神学逻辑上 它也是中心 第一卷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的核心主题是 他来做王 对吗 启示录 新约圣经最后一件说的核心主题是 他做了王 贴撒罗尼加后书的核心主题是 王在降临 多美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说 让那些教义先放一边 我们一点一点 一卷一卷的去看圣经 真的是一步一步天开了 我们所知太少太少了 教义太无耻 太荒唐了 几个微读就把圣经搞定了 这是何等大的狂妄 那真的是出于谬望的灵 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之下 重新读贴撒罗尼加后书 真是让我们震撼不已 贴撒罗尼加后书让我们同时看见了基督的两次降临 王降临了 降临拯救 降临审判 他来做王 马太福音他来做王 启示录他做了王 三点一线告诉我们整个新约圣经的核心信息 只有一条 就是耶稣是王 耶稣是王换一个说法 就是耶稣是基督 在贴撒罗尼加讲这样的真理 也有地理上的重要性 你如果打开地图 你看贴撒罗尼加他的地理位置 他实际上是位于耶路撒冷到西班牙中间的一个核心的位置 在爱琴海的北端 那里应该是亚历山大 他的同父姨母的妹妹的名字所命名的城市 也是位于海陆交通和罗马大道十字路口 正因为如此 贴撒罗尼加在新约圣经里 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记载 一段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开篇的地方 保罗他们到了贴撒罗尼加 很轰动 二十一天三个安息日 在犹太会堂讲什么 讲耶稣是基督 结果是什么情况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 都有很多人信了 这什么意思 就是凯撒治下的臣民 开始归向了另外一个王 证明耶稣是基督 记住这句话 这话很重要 那凯撒不干了 凯撒的臣宰不干了 犹太人也不干了 所以轩然大波之后 有人就上告 讲什么呢 这是控告人的话 这些人都违背 凯撒的命令 说另有一个王 耶稣 提撒罗尼加后书 三章再讲一个主题 另一个王 换句话来讲 马太福音 他来做王 启示录 他做了王 提撒罗尼加后书 另一个王 这个王和所有的世界上的王都不一样 和凯撒也不一样 这个控告是不是完全诬告呢 不 他讲的是基本事实 但是他的目的是邪恶的 当时保罗他们讲 耶稣是基督 就是耶稣是高丽的王 基督就是高丽的王 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他有没有干犯 或者违背凯撒 或者凯撒的命令呢 违背了 因为在罗马帝国 所有的该撒 特别是在三位该撒当任的时候 这三位该撒都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王 并且是神 你传另外一个神 你传另外一个王 你当然干犯 或者违背了该撒的命令 这个违背在旧约当中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 尼布贾尼撒给自己建了一个金像 你必须称他为神 所以旧约和新约的历史 在某种意义上是两撒的历史 就是从尼布贾尼撒到该撒的历史 有区别吗 没有 先知可以责备 尼布贾尼撒 使徒就可以违背或者干犯该撒 这是常识 有另一个王耶稣 你先记得 披萨罗尼迦所讲的 就是使徒行传十七章所讲的 另一个王耶稣 但是呢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起初的信心 连续和勇敢和陪伴坚持到底呢 不会 就像希伯来书刚刚讲的 有退后的 退后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贴萨罗尼迦 对基督徒有重大的吸引力 提摩带后书四章十节 因为迪玛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 往贴萨罗尼迦去了 这起经文不仅平行了西伯来书讲的那些 不能坚持到底的人 也让我们看见贴萨罗尼迦 真的是使徒干犯该撒的中心 教会和该撒在争夺人的灵魂 有人做了俄尔巴 有人做了洛德 要员 杨 wit